大家好,欢迎收看乔逸教牌教学系列,我是讲师怀仁 如果你喜欢这系列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 本集的主题是,盖教后达教人练习上级 课程讲义,也就是制度手册,可以在说明栏下载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进入教牌室后,首先点选左上角的选项 选择原牌局设定今天要练习的牌型 今天要练习,西加开教一枚花后,北加盖教一方块的后续 首先在第一个界面选择西加为唯一开教方后 点选限制进入详细牌型设定界面 首先先限制西加开教方的牌型 西加持有12-21个大牌点 两门高花至多4张,梅花3张以上 如果发出来的牌是开教一方块或者是开教武王的牌型 直接重新发牌就可以了 接着点选右上角的加号设定第二条限制 限制北加盖教方的牌型 北加持有10-17个大牌点 两门高花至多4张 方块5张以上,梅花者无需限制 这样的话北加就有机会会盖教一方块 如果发出赌贝或是教武王的牌型 直接重新发牌就可以了 接着点选加号设定第三条限制 限制东加 东加最多只有4个大牌点 这样可以避免东加加入教牌 最后设定第四条限制 限制南加今天主视角的牌型 南加持有6个大牌点以上的打教典力 其他牌型则无需设定 设定完成后关掉原牌局界面 重新发牌就可以开始练习了 首先是第一牌 在一梅花一方块之后 南加要决定如何打教 这里南加持有14个大牌点 5431的牌型 可以视为对同伴开教一方块的打教 持有4张以上黑桃 打教一黑桃就可以了 同伴这里加教到两黑桃 盖教人通常只要4张黑桃都会加教 所以大概是10到15个烂点 也就是不到邀请力量的牌 南加的牌虽然有单张的红心 但是是单A的关系 我认为整体来说有满贯的机会并不大 南加这里可以使用三红心来表示短门 但因为我觉得满贯机率不大的关系 可以减少资讯的透露 这里直接叫成四黑桃一局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两手牌 这一手牌实际上北加锦持有13个大牌点 5432的牌型 但因为配合十分巧貌的关系 在方块上刚好能够处理掉King小 而在梅花上也是对位 因此会有一个六线的合约 但我认为这是运气比较好 并不是一个可以合理教导的六线 接着是第二牌 在一梅花一方块之后 南加要决定如何打教 南加持有12个大牌点 4411的牌型 我认为南加要邀请的力量 大概是好的11点以上才能做邀请 这里持有烂的12个点 也大概是在邀请的范围 不到破教成局 而南加持有高花四张的话 一样是优先打教高花 我们相当于对一方块开教打教 因此这里是打教一红心 表示四张以上红心 同伴会再教两方块 南加持有梅花挡张的话 正常使用两无王邀请就可以了 北加会受邀叫成三无王 我们来看看两手牌 北加持有13个大牌点 6331的牌型 由于持有Aking Queen坚强的6张方块 有充足的营等 因此一定会受邀 很可惜这里对上南加 正好只有单张的方块 如果梅花只有一档的话 需要方块33才会成约 所以要码在梅花上能够制造出两档 要不然就是必须要仰赖方块33分配 不过这依然是一个合理的三无王合约 接着是第三排 在梅花一方块之后 南加同样决定如何打教 南加持有14个大牌点 4432的牌型 正常的打教四张的红心 1红心 北加会加教到两红心 南加由于是破教成局的牌 已经确定有44红心配合 简单教成4红心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两手牌 北加持有6421 10个大牌点加上单Q 这里就正常支持两红心再教就可以了 南北双方就会打到正常的四红心合约 接着是最后一牌 在一梅花一方块之后 南加需要决定接下来的再教 南加持有9个大牌点 6331的牌型 包含了一张红心的单Q 南加这里的话 可以得教两方块 支持同伴盖教的五张牌组就可以了 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两方块 并非同伴开教一方块后的返续低花哦 因为这里有两枚花可以试教低花 来表示邀请以上的方块配合 因此这里的话 就不需要使用返续低花 一般都会打正常的家教 如果要和同伴做其他特殊约定的话 就需要特别的讨论咯 北加持有邀请牌力 这里的话一般会选择三方块做邀请 当然的话也可以约定三方块是主色 而这里可以采用 比如说两线的两黑桃或两红心 或者是三梅花 来表示邀请的牌力 南加的牌会受邀 这里持有梅花6张的长度挡张 正常的叫三无王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两手牌 北加持有16个大牌点 5-4-2-2的牌型 在梅花上持有困小的半挡张 其实这一手牌有个选择 是在第一升的时候 直接盖教一无王 表示是15-18点的平均牌型 由于对手开教室梅花的关系 这里虽然梅花只有困小的挡张 我认为是不太需要担心的 因为对手不见得真的有梅花牌组 教成无王的话 牌力跟牌型会比较清楚 相较于叫一方块的话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明确 如果使用卢本式转换教的话 南加持有的是建设性的方块支持 可以叫两梅花表示建设性以上 要注意这里的两梅花是 方块的好家教 已经保证支持方块了 如果是在自然治的情况下 两梅花有可能只是不想叫无王 并且持有一手邀请以上牌力的平均牌型 不见得代表有支持方块哦 但如果是卢本式转换教的约定 这里已经有保证支持方块了 北加同样是属于方块配合的邀请 这里北加可以选择叫三方块 跟刚刚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 可以叫三方块表示直接的邀请 或者是做其他的约定 比如说三梅花询问党章 或是两黑桃可能是党章 也有可能是五四牌型 因为这边的话 南加通常是没有四张黑桃的啦 所以这里的两黑桃 可能要再和同伴讨论一下 是真的牌组 还是有可能只是党章或力量所在 同样的南加也会受邀叫成三无王 那就是卢本式转换教之后的后续变化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下集我们将会继续练习盖教后的打教人打教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